我 不要啊 不要啊 姐姐 就算是同志一个垂死的人 你都不愿意 使舍一点点爱吗 我本来就没指望 任何人能救我 反正 我早做好了等死的准备 十天八天 反正我就要死了 不是的 有一个人可以救你的 他的血百度不清 一定可以治愈窗窗啊 我知道这个是谁 就算他现在站在我面前 我也会拒绝他救我 你 因为这是我生命中 最后一仗了 如果一定要靠他 我才能赢的话 我宁愿死 阿福 快停车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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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我们还是回头吧 这样行不通的 我死了才行不通啊 我这还有一口气在 就要亲手给风儿 清儿报仇 哪怕拼了这条老命 我也要和月庭同归于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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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福 停车 驾 驾 阿福 快停车 驾 快停车 驾 阿福 快快呀 驾 驾 驾 阿福 停车 驾 驾 阿福 快停车 快呀 快停车 驾 阿福 快停车 驾 驾 驾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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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害死老爷啊 跟他无关 从我被免除了大将军那天 就已经死了 你让开 我要月庭 全家的命 陪我和孩子三条人命 你不信计 你不信计 这和你无关 让开 让开 我事不请进 所以我不能替你指挥下车 除非义父亲手杀了我这个外人 阿福 阿福 你照顾好老爷 我嫁成回家 哦 义父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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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你不能去啊 你敌不过一个绝心不死的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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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台关都逃不回公道 我就把驾 家的油都搬上了车 只要捡着它 我就成了火球 冲进岳王府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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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驾 处 疫 me 疯儿 这 疯儿啊 吟 医父 医父 您在这里歇着 我去把牌位找回来 医父 我寄风寄情一起求你 祭家不能没有医父 只要岳亭一天苟活着 谁都没有寻死的权利 从师父收养我的那天开始 就定下了向岳亭所命的目标 师父都已经等了二十五年 仍旧大处未报 因为杀岳亭光有勇气还不够 还要有谋略 师父的谋略 也需要义父的帮助 难道义父忘了跟师父的约定吗 我曾经答应过朗月 不光要摘下岳亭的脑袋 还要大王叛叹岳家 满门抄斩 我保证会有这一天的 义兄和义妹都是我的见证人 你和你师父的膽失 绝对超过我 我相信岳家欠姬家的 就由你去讨还了 等义父把身子养好了 您就领着我们 连本带笠地向岳家 讨回这笔血债 好 一定要讨回血债 杀得岳亭玄奖 天家不留 是不是我做得不好吃 你想吃什么写下来 我交给宝人 他一直守在门外没有走 我要的不是好吃的食物 忠心的奴才 你要什么 我要你陪在我身边 度过最后这一晚 你先把药吃了 只要有体力 一定能撑下去的 我要放你走 明天一早 你就离开天雨萱 我们 永别了 记得第一次清醒 见到你的时候 就跟现在一样 不过那次 是你为了救我 累得倒在床上 我站在你面前 我站在你面前 看着你睁开那 美丽又善良的眼睛 你治好了我的病 我再也不会喘不过气了 可是 你却同时偷測了我的心 从来以后 我虽然跟常人一样呼吸着 可是 我的心却不掉了 你去哪儿 要 IRA 坐在我旁边 等我睡着了 你再离开好吗 te echo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说话太好神了 我明天不会走的 有话慢慢说 可我一定要说 你爹 其实我从来就没见过 就算他站在我面前 我都不认识他 可是江江曾经说你 他带我 去过求见我爹的地方 李强强也带我去过 可是你爹已经逃走了 过去 你一定以为是我窝藏的 好逼你酒饭 我真的没有 不过以你爹的聪明 连李强强那么狡猾的女人 都关不住他 我相信 他一定会活下去的 若我知道他在哪儿 我真的希望在我死前 能看到你们父女团聚 对不起 可恨我以后都不能再为你做任何事了 至少你告诉我 爹已经平安逃走 你说得对 他不会有事了 我要为你做最后一件事 就是让你也平安地离开岳家 尽早找到你爹 你让我为你做一件事 我不要经常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任何帮助 我说过这最后一场仗 就算输 也要输得又尊严 为什么一定要拒绝他救你呢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记住 就让我这样 安静地走 不要吵醒我 烈灵 福尔 来生再见 这房里有痘疮病患 实在禁不得 请王爷恕罪啊 王爷 请不要为难两位太孕 他们说的是实话 天临一惊 没有 他精神还好 好了 你们去吧 好好好 你 我好不容易请来的大夫 你怎么把他放走了 难道真想让天临等死 还是你有什么妖术能治他的病 天临到底还有多少日子 不多了 不够 胡说 只要他活着 我就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受煎熬 我去陪他 王爷你绝对不能去啊 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 我去 我年轻 我可以撑得比少主子更久 我会一直侍奉少主子 知道 现在任何人 包括我在内都救不了他 上次入宫 大王得的就是窦窗 是你治好的对吧 不是我 而且我也被感染上了 胡说 你明明活得好好的 你一定有什么法术驱邪避凶 你才躲过了那一劫 是金城的血救了所有染病的人 我也听说过 宫中太医还称金城为罕见的药人 金城 他 没有用的 天临就是不肯接受金城的任何帮助 这孩子够肿 他知道金城是我连做梦都想杀掉的狗贼 现在救人要紧 我们应该劝劝他 干脆 强逼天临就范 傅儿 你这次出来就是为了去找金城对吧 不行 绝不能放了他 他跟那两个没有人性的大夫一样 放走了他 他是绝不会再回来的 我们现在应该相信傅儿姑娘 问题是金城也许不愿意救天临 这样吧 我陪你一起回去求他 关键不在于金城 而在于你们能否说服天临接受 只有金城能救他的事实 这少年珍贵的血迹 在天临心中可是无价之宝 不信 你向他出个天价 他也会买回去 到时候 你就知道了 我说的是真还是假的 我都以为该结试 什么人 父子 他要不不担心 那最后的美女 才有权力 这个是你给夫儿的 怎么会把它扔在地上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是你想默默地 把秘密放在心里 连师父都不愿说 夫儿 你没事吧 我一直担心 岳亭又对你下手 那禽兽 早就该遭到天前 不要再诅咒他了 岳家已经遭到了报应 继府门口就是撤了侍卫 也不会放岳家的狗 进来咬人 阿福 把他撵出去 上一代再深的恩怨 也不该让无辜的 下一代来承受啊 话说得冠美弹簧 那冤死的季风和季情 他们所承受的 又该向谁讨回公道呢 别跟他浪费口舌了 京城 把他撵出去 我是来求你的 天灵得了痘疮 病情严重 最多只能撑三五天了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岳二爷刚才自己也承认 为什么岳家有这种下场 都是因为岳亭做坏事太多 所以才遭此报应 你如果来找药人 恐怕你找错了地方 就算这里有 他也不会救岳家的孽种 二妹啊 老爷找你 不知岳大人的身子是否康复了 阿福 怎么让这种人在岳家穿堂入室啊 你听见了吧 岳家人在这里不受欢迎 请回吧 你敢去救天灵吗 这是岳亭的报应 想救天灵 叫岳亭拿他的命来换吧 岳亭拿他的命来换吧 你是来责备我见死不救 还是来求我 都不是 我只是来告诉你 你自由了 你再不需要背着谋杀我爹的罪名 因为我也确定 我爹命大 他并没有死在你的剑下 他至今还活着 天灵终于承认了 为了胁迫你救范 他窝藏了你爹 与天灵无关 也与你无关 从现在开始 你再也不需要对我内疚 你对我更没有责任 你愿意去平遥城 去娶任何女孩子 只要你心安 无愧于任何人 不能娶你 我永远也不会安心的 我指的 不是你我之间 我不安心是因为 我担心你还没有 嫁进岳家的门 就已经成了寡妇 你 就算 她不再是以前的岳天灵 甚至她变成了 没有人性的野兽 可是你的人性呢 你内心疯狂地嫉妒 让你变得毫无理性 甚至冷酷无情 我几乎完全不认识你了 你没有改变吗 你就那么轻易地 让天灵得到 我甚至觉得 连强强都比你 对我痴情专一 那你就应该 更加珍惜她呀 你不是说我自由了吗 所以我应该珍惜 还是放下 那是我的事 我再和你说一次 只要你心安理得 没有辜负任何人 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 我也再回答你一次 如果你和岳家人 站在同一个阵线上 那你就是我和师父的敌人 我没有亲手杀了岳天灵 为季风和秦儿报仇 就已经愧对季家了 我怎么可能救她 永远也不可能的 叫岳天为她张罗后事吧 永远也不 going 如果烧叶 并是让我 永远不可能的 会让我 在岳家人 刘洛 杨洛 丹 丹 丹 你生上背着两条人命 兰医还活生生的等着指证你 你居然赶在这里出现 所以我貌似来找你 当然有天大的理由 你所有理由 都是为了掩饰你做坏事的挡箭牌 而且你每次来主动找我 都是要利用我这个笨蛋 替你做坏事 你小声一点 我们到你房里去说话 你还是回陈香镇 找你的男人们投怀送报吧 我房里堆满了佛经 容不下你这个放荡的女人 金宝 我昨天晚上整夜没合眼 才下定决心 把我藏着的秘密说出来 我什么都不想听 你知不知道 我多么珍惜 那天晚上就给我的一切 连床单上的落红 我都看得比我生命更重要 可是到最后我才明白 我只是你上岸的一块石头 利用完了 你连再回头再踩我一脚 都不愿意 我现在明白了 只有你最在乎我 所以我回头来找你 我愿意嫁给你 为你生下肚里的孩子 你不要再编故事了 你骗人 杀人 害人 你肚子里全是坏水 老天爷 怎么会让你这么坏的女人 做母亲 仙师 金宝啊 仙师啊 我也想跟着来一学诵经 可是好多字句我都搞不懂啊 空闲了就到我禅室来 我给你排功课 你很快啊 就会赶上微臣的 谢谢仙师 死金宝 你去做和尚吧 我诅咒你 绝子绝孙 真是冤家陆斩 又来个凑热闹的 站住 胆毒的死丫头 我来还你赏我的那几刀 我这招叫金蝉脱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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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三招叫金蝉脱鞘 我也是 我这招叫金蝉脱鞘 我哪一招叫金蝉脱鞘 我 están逛这招 call 我的帛者 我这招叫金蝉脱鞱子 四招叫金蝉脱鞱鞭就 thành 鞩鞭脱� educación 你 瞧瞧 怎么回事啊 错儿 快救孩子 我受伤了 可能保不住他了 别急 我马上帮你检查 胎儿的确有牛产的迹象 到底怎么回事啊 父儿 救救他 不要让他死 一定要让他活下去 别紧张 我上次给你带来的安排药 在哪里啊 好痛啊 好痛啊 来来来 母亲通知京城 他对你和孩子有责任 我不需要任何人 只要你帮我保住孩子 你不是说过 我们要一起把孩子平安生下来吗 是的 是的 即使保住了孩子 孩子也很可能会早产的 所以生下来以后 小生命也随时有危险 我们两个一定要小心保护这个孩子 你放心 我李强强 从来不会被击倒 我和府中的孩子 一定会平安渡过难关的 我以前总是欺负你 你不会丢下我不管 报复我吧 我现在是佟大夫 而不是佟父儿 即使我是佟父儿 我也只会记得 李强强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我们亲如手足 你和孩子都是我最亲的人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觉得 她会是一个女孩 她会像你一样 善良 美丽 会比我更勇敢 更聪明 一定会的 沈阅廷参见大王 听曹公公说 在琉璃宫外 抓到了可疑的刺客 不止可疑 而且令我寒心呢 大王没受伤吧 大王鸿扶齐天 只受了点惊吓 真是万幸 万幸啊 月亭 臣在 你看看就知道了 掀开 这是在季风之后 另一个跟季仁节 有关的刑刺案 这也是本王找你 来紧急商量的原因 大王 这个刺客身上 虽然刺了个季子 也许只跟季风有关 季仁节并不知情 季仁节一直共称 季风刑刺大王 他绝对不知情 正相反 刺客身上的刺青 是新客的痕迹 而季风已不在人世 所以我想 应该是季仁节 在操控他的党羽 季仁节一直卧病在床 我知道了 他只是背后主谋 一定是借别人之手 替他完成任务 这个人 一定是他的亲信 本王知道 你已经猜到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 应该是刘朗月 纵使上次季风行刺我 我仍然相信季仁节 也赏识刘朗月 可这次呢 在刺客身上 竟公然刻着季子 这分明是 季仁节和刘朗月 不服本王上次 对他们的处置 含恨向本王挑战示威 还不止于此 根据大王亲自觅审 此刻进招任 他夜闯琉璃宫的目的 是为了盗取 德飞关中的青芒夜明珠 被大王撞见 才转而行刺 听曹公公的意思是 纪仁节 居然觊觎大王的 青芒夜明珠 这不可能 另一颗白玉夜明珠 已经失窃多年 他要青芒有何用 大王不是一再说过吗 这两颗夜明珠 要合二为一 才能够起作用 本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白玉夜明珠 也在纪仁节手中吗 纪仁节过去 对大王忠心不二 曾随大王四处征战 功在朝廷有目共夺 可是现在秘密训练杀手 连续行刺本王 又志在夺取 象征本王权势的 青芒夜明珠 他都脱不了嫌疑 在没有掌握确切罪证之前 臣以为大王还是要沉住气 按兵不动 以便诱出其他同党 本王也是这个意思 这一次要将其他叛党 一网打尽 约庭 臣在 本王对你这一次处理纪仁节一案的态度 表示非常地赞赏 所以我希望你 能公私分明地早日查出真相 是 纪仁节哪怕有一丝的冤情 臣也要还他一个公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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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我一定要毁了他 你 你毁了他也没有用 如果有了孩子 你也要杀了他吗 我就是太爱你 才一直不忍心 告诉你真相 我也知道 你一定不能见识 这个残酷的真相 可它的确是事实 我明白 你受不了 失去傅儿的打击 我更不愿意破坏 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我现在明白了 真意最在乎我 所以我回头找你 我愿意嫁给你 为你生下肚里的孩子 你不要再编故事了 你杀人 骗人 害人 你肚子里全是换水 老天爷 老天爷怎么会让你 这么坏的女人做母亲呢 怎么了 做噩梦了 我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 决定告诉他真相 他却一个劲地指责我 甚至说 就连老天爷 也不会让我这样的 坏女人做母亲 我发誓 我决不会再给他 第二次机会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 孩子是他的 你从一开始 就不该隐瞒京城 难道把孩子生下来以后 还要瞒着他吗 从我知道 肚里有了他开始 我就好后悔 一直希望让他消失 可是当我发现 可能保不住他的时候 我更后悔 后悔 没能好好保护他 这就叫母亲吧 我做过那么多坏事 我还能做母亲吗 从你全心全意 保护孩子的那一刻起 你就是个 很了不起的母亲吗 大哥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 我去见平遥王了 要取得平遥王的信任 不下这功夫怎么行啊 我要演得逼真 不露破绽 天灵命在旦夕 大哥在这个时候 还在玩你一石二鸟的游戏啊 等机人觉得病好了 再加上刘朗月的联手 只怕谁也挡不住他们的反扑 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 步步紧逼 就凭一个忌字 再加上青芒夜明珠 这样的锦囊妙计 只有我才想得出来 你不是去接那小子了吗 他来了没有啊 金城是纪人节的义子 你一边继续陷害纪人节 一边还指望金城来救你的儿子吗 这是两回事 这完全是一回事 这就是因果报应 行了 他到底来不来 他说 这就是季风和季情惨死的报应 他还要我转告大哥 一命抵一命 就让大哥的命 抵天灵的命吧 这个狂妄的小子 他要是落在我的手里 他就死一千回 也不够抵天灵的命 把门给我打开 是 青王爷三思啊 破了少爷的房门 就再也阻止不了屋里的病毒了 怕死的给我滚 我不能任由我的儿子一个人 在这儿孤零零地等死 天灵 孩子 爹不该把门劈开 这样 也阻止不了阎王爷进来接我 去 把两个太医给我押去了 是 我不想害爹 跟二叔染上 如果 能减轻你的痛苦 爹甘愿染上 天灵 二叔叫太医给你开药 减轻你的痛苦 你一定要撑下去啊 为人能治得了我的病 其实 我是在等爹跟二叔 跟你们道别后 我就可以安心地 去跟娘相会了 天灵 你 你一定要挺住啊 我跟你二叔正在设法救你 我玄良自尽的力气还有 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这样大家都可以解脱了 天灵 我不准你死在我前头 赶快想法救他 快 快 快 女人 女人 现在快出去救你们自己还来得及 至于我 把天女学烧了 最好连我的骨灰都不要留 这样窦窗 就随风而湿了 不要听他的 这儿我说了算 治病 快 快点 王爷 真的太晚了 天灵少爷已经回天乏术 咱们争不过天 只有听天由命了 杀了他们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啊 王爷 大哥 杀了他们 不如先把他们关在府里 万一天灵的病还用得着他们 快 把他们带走 是 谢谢二叔 请你替我照顾爹 往后 爹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孩子 爹 不要靠我太近 孩子 你若非走不可的话 爹陪你 送你上路 爹 我好害怕 孩子 不怕 我月婷的儿子 就是死也得像英雄 爹 会像送你出征一样 看着你 光荣地战死 与其等死成英雄 还不如再赌一次命 让我这就 去计价再试试 不要去 孩子 我 一定要等爹回来 老天爷 现在能救他的 就只有老天了 傅儿救不了天灵的命 可是傅儿希望 他离开这人世间时 能真心悔过 不要带着任何污点和遗憾走 万多 許可 月天恋如此对你 你却仍然为他祈求上苍 这样的胸襟 一般人很难做到 除非 你们真心相爱 大夫救人的时候 只考虑病人的生死 无关个人的感情 所以我拒绝救他 你还是会回去继续照顾他 我会尽量帮助他 让他能毫无痛苦地 咽下最后一口气 原本我以为 他是用强迫的手段 威胁你的 可是你不但不恨他 反而对他情深义重 我相信 你们的确是 两情相悦在一起的 我不明白 你说的强迫手段威胁 是什么意思啊 我只知道 天灵现在需要大夫在他身边 所以我必须回去 因为没有别的大夫敢接近他 有你相伴 他会满足得含笑而逝 他真的撑不了几天了 除非师父改变命令 否则我宁可承担见死不救的罪名 我求你 就算我求求你 我求你再考虑伸手救他 我就在这附近 我不会走开 天灵最多还能撑三天 我等着你改变心意 答应救他 你已经爱他那么深了吗 如果你失去他 你一定会很痛苦 为了你 我真的很希望能救他 只可惜 他是岳天灵 我不能违背师父的命令 京城 我 我可没带任何武器 你一向 只用暗器伤人 你的人已经搜过我了 我们可不可以先放下彼此的对立 一起救一救我们的儿子 天灵他 活不了几天了 请你出去 你要说的话 你的奴才老弟已经全说完了 我的答案也告诉了他 去 岳帝已经告诉我了 你说要用我的命 来抵天灵的命 现在 我已经把我这条老命带来了 要杀要剐 全有你 只要 能救得回天灵的命